不管是无味子清蒸鲜鱼 还是古早红烧羊肉炉 这些料理在主厨用心烹调下 散发出浓冷的重要香气 这是台中清新温泉饭店 看准民众秋冬爱进步的习惯 因此特别推出的食补料理 那因为现在暖冬冷热交替 日夜温差大 那我们特别针对一些 比如说女孩子啊 还是一些长者 然后气血运行不佳的人 然后推出一些温补的一些药膳料理 不仅有多道的药膳料理 想要清淡点的还有这道 这碗以牛蒡作为汤底 加入八种蔬菜的养生五行蔬菜汤 在这个时节喝上一碗 让你精气省十足活力满满 我们一进来第一道就是去吃它的那个 它那个是五个蔬菜嘛 五种颜色嘛 对我们吃的就身体会很好啊 这次的主题也有一个五行蔬菜汤 所谓五行蔬菜汤呢 就是运用天地五行的道理 那我们五行就是用有五种颜色的蔬菜 来一起炖煮 那我们这一次是除了五种蔬菜之外 还另外加了三种 总共八种蔬菜来炖煮这个五行蔬菜汤 另外为了庆祝重阳节 饭店还在11号到13号 针对65岁以上的用餐长者 加送一份药膳酒孔炖汤 让饶人家欢度佳节 11号到13号 无论是午餐晚餐 我们对于65岁的长者 会另外送一份气宇宣昂精力汤 里面就是用酒孔还有一些温补的中药材 然后给他们65岁的长者来进行一些 暖冬的一些药膳料理 如今早晚气候转良 是不少人进补食机 而清新温泉饭店推出的东令食补美食节 让民众一方面增强免疫力 也能吃得美味又没有负担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